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博大精深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中华文明历经风雨 依然璀璨夺目 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 从未中断的文明 在这一步步历经劫难的古籍善本中 书写着的是一批又一批人人之士 以生命更续中华文脉的守藏之责 在山东屈服的孔庙中有一尊石碑 上刻鲁碧二字 其中的碧字十分奇特 呈左右结构 下面的土字被写到了左边 还多出一个点 就在多出的这个点里 藏着一段曲折坎坷的典故 两千多年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颁布焚书令 为了保护儒家珍贵典籍 孔子后人孔父赶在官兵到来前 凿开一面墙壁 将《论语》《上书》《孝经》等经典著作 一一藏于家墙之中 直到西汉时期 这些珍贵典籍才重见天日 为表纪念 人们立下了鲁碧诗碑 并将碧字改写 以暗指墙有缝隙 土中有物 这些灿弱星辰的中华文明硕果 正是在一代又一代 有识之士的守护下 得以传承千年 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传承 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跟和缓 把中华民族这种精神血脉 文化血脉 文化基因 作为一个活种 要带得传下去 人生百年 书传万代 这一部部古籍记载着的 是中国的历史和民族的文化 守藏之责 守护着的 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更续不断的精神血脉 这是一张拍摄于 二十世纪上海 扎北宝山路的珍贵照片 照片中 那栋高大气派的现柱 名为韩芬楼 曾经是商务印书馆 东方图书馆所在地 当时东方图书馆中 藏有大量珍贵古籍文献 每一部都具有 极高的文化价值 1927年3月21日 为配合北伐 推翻军阀统治 上海工人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 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 经过激烈战斗 最后的决战 集中在了渣北 一个是商务印书馆 一个是火车站 两个火车站 当时都在渣北 所以就是说 谁控制了这个 这个三个地方 就等于是控制了 整个渣北 当时在战斗过程中 东方图书馆 那栋高五层 刚混结构的大楼 成为敌方的 绝佳防御攻势 工人纠察队 一时难以攻下 为了不让 东方图书馆受损 起义总指挥周恩来 亲自前往侦查地形 并指示工人纠察队 为而不打 以此瓦解敌军士气 很多人说 我们如果是 酒工部下的 干脆放一把火 把它烧了就算了 周恩来是不同意 他就说如果烧掉的话 这里面是图书馆 它不是有很多 这个文献吗 它这个很珍贵的 就是你不能把它破坏了 所以就是他 为而不公 即使在战斗最胶着的时候 周恩来也不曾有一刻想过 以图书馆的损毁 来换取起义的胜利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军阀混战与外来侵略 接踵而至 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 自身尚且招不保息 但他们却把守护中华典籍 看得比生命都更加重要 这是一个身处危难的民族 延续的希望 1931年 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 918事变 东北三省相继沦陷 北平岌岌可危 这是一张1933年拍摄于 北平故宫博物院的 珍贵照片 照片中的人们 正在将一批批文物 打包装箱 这年1月 山海关沦陷 为了保护中华文明的瑰宝 故宫博物院决定 将以故宫为主的 19621箱 72包08件文物 向南方迁移 使他们免于战祸损毁 这其中 由北平故宫博物院 藏有的文元阁四库全书 收集有一千余部 佛教经典的 《龙藏经》等珍贵古籍 其中任意一件 都有无可取代的 历史文化价值 在这张故宫文物 南迁图上 从北平到上海 南京 再到中国的大西南 一条条路线 一座座城镇 都见证着 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在战火硝烟中 守护中华文明的 艰苦历程 冒着炮火轰炸 与敌机扫射 不顾疾病饥饿 与悬崖险滩 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用他们的肩膀 扛起了一次又一次的 艰难险阻 守护中华文明 责任重于泰山 对于故宫博物院的 工作人员来说 如何确保文物的存放 万无一失 充满极大挑战 1943年6月8日 四川峨眉县突发大火 当时存放故宫文物的 五庙外 竟有大批的木制民房 一旦火势蔓延开来 故宫文物 尤其是哪些珍贵典籍 将化为灰敬 当地的居民没有援言 把这个五庙附近的 木制建筑都给他拆了 即使让这个大火 得到了遏制 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担当 也是中华民的一种使命 国难当头 故宫文物穿越大半个中国 延续中华文脉 家园破碎 一批批人人致士 承担着千百年来 守护中华典籍的责任 牵扛起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侵华日军占领了山西赵城县 将据典特意设立在 距广圣寺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并多次来到寺中 询问一部经书的下落 这是一轴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 金代汉文经卷 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经卷与黄指护手 朱器木轴 古朴典雅 经卷前端有一幅世家说法图 图的右上角 因着赵城县广圣寺六个字 这就是当年日军所寄予的 佛教典籍汇编 赵城金藏中的遗卷 赵城金藏保留了中国 第一部课本佛教大藏经 开宝藏的基本原貌 被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 他既是佛教典籍 也涉及哲学 历史 语言 文学等领域 为了防止日军抢夺赵城金藏 在广圣寺住持利空法师带领下 众僧人一同将赵城金藏 转移至飞红塔 并用砖弃死塔门进行集中保管 太岳区八路军游击队 通过内线指导 这个住在附近的日本军队 企图抢这部赵城藏 马上就把这个情报 汇报给太岳区 汇报给延安 情报上报中共中央后不久 便接到延安下达 抢救赵城金藏的命令 八路军太岳军区紧急动员 特派部队与当地民众百余人 趁着夜寺秘密进入广圣寺 登上飞红塔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紧张抢运 将约五千卷经卷 全部转移出寺庙 计划运往太岳区党委驻地 然而行动还未展开 日军的大骚当就开始了 八路军战士们不得不将 全部经卷装在包袱中 马驼人碑 与日军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 为了避免行军战斗中精卷散失 八路军战士们将赵城金藏 安置在这三座洞窟内 并派人暗中看管 最终守住了赵城金藏 在这场民族文化抢救行动中 无论是浴血奋战的军人 还是手无寸铁的百姓 他们都在用刺激的方式 守护着民族文化的延续 在湖北省图书馆中 珍藏着一本已经泛黄的日记 日记中详细记载了 抗日战争时期 馆中古籍的保存情况 日记本的主人名叫谭希恩 1938年6月 清华日军逼近武汉 湖北省图书馆 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 面临着被日军掠夺的严重威胁 为了保护这些文化遗产 馆长谭希恩 从中选出最有价值的 98000册图书 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 随后 谭希恩和管员们 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线路图 速将而上 前往湖北恩施避难 西迁图中 面对日军不断地空袭和炮击 为了确保古籍的安全 谭希恩找到一个山洞安顿下来 昼夜不分地守护着这些古籍 当时山洞里阴暗潮湿 为了不让古籍受损 谭希恩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于是他儿子晒书的时候 不小心把一本书掉到地上了 那么谭希恩管长就非常的生气 那么就打了他儿子一巴掌 毕竟说 人生百年 书传万代 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谭希恩的一番话 让儿子记忆深刻 也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 不久后 在一次躲避日机轰炸的过程中 谭希恩的儿子 为了保护这批书籍 不幸牺牲 这位年轻人 用自己的生命 完成了父亲的嘱托 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 在谭希恩的日记本里 记载了这段历时三年的西迁经历 每丢失一本书 谭希恩都有详细记录 但对于儿子的死 他却没有留下一个字 在这辗转一千多公里的艰苦行程中 九万八千册书籍 损失不到百分之一 几年后 谭希恩辞去了职务 回乡教书育人 他以言传身教 将守藏之责的精神 一代代传承下去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下 正是有着这样一批批人人致事 他们用坚毅的身躯 守住了文脉的传承 也守住了一个民族 浴血重生的希望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正当中国人民准备重建家园的时候 国民党反动派却挑起内战 1948年9月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 12月中旬 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 北平解放 指日可待 然而毛泽东主席却指示人民解放军 对北平城为而不打 北平这座千年古城 藏有文物不计其数 一旦开战 不仅百姓搔养 众多文物也将毁于一旦 毛主席命令前方部队 必须确保北平的文明古迹 免遭炮击 1949年1月31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 北平和平解放 这座千年古城 与它所珍藏的无数文明瑰宝 最终免于战火的损毁 新中国城以后 那些在战乱之中 被迫迁徙的珍贵文物 也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下 被陆续迁回 并妥善保存 在这一步步历劫重生的古籍中 四里行间都在讲述着 一个民族的责任与担当 一个文明的传承与未来 2022年7月30日 保存展示国家版本资源的 中国国家版本馆正式开馆 中国国家版本馆 由中央总馆文汉阁 西安分馆文济阁 杭州分馆文润阁 和广州分馆文庆阁组成 以一种三分的格局 确保中华版本免遭损毁 永久安全保存 版本馆呢 把不同的版本进行归类 进行收藏 收藏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传承下去 中国经济强大了 我们文化上也要强大 也要发达 在北京阉山脚下 一片气势恢弘的建筑群 依山而立 这里便是中国国家版本馆 中央总馆文汉阁 在文华堂中 陈列着商王武丁时期的 四方峰甲骨客词 唐写本 妙法莲华经 宋客本 唐湖诗稿 宋踏本 西楼苏帖等藏品 这一件件珍贵的甲骨 剪读 古籍文献和雕板踏片 无不昭示着中华文明的光辉灿烂 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播渊宗 国家之魂 文以画质 文以著制 版本是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媒介 是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欣欣向荣的表征和见证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 收藏着一批别具特色的版本 充满新中国的时代印记 这本泛黄的书籍是1953年出版的第一版新华字典 历经70年辛苦编撰 如今新华字典已经出版了超过14个版本 从最初收录的6800多字 到现在约1.3万字 这一个个字词 无不反映出了时代的发展变迁 和国家文明的进步 展现了新中国各个领域发展的成就与风貌 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 除了以文字记录之外 这些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宣传画和小人书 则显露出了浓厚的时代记忆 岳母赤字 牛头山 枪条小梁王 双枪陆文龙 小商河 这些带有岁月痕迹的小人书 是许多人从小的深刻记忆 书中荡气回肠的故事 所饱含的家国情怀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 有一个十分神秘的蓝台洞库 它是由天然山体经过开凿改造而成的 专门用来宝藏古籍版本 洞库顶部采用了敦煌双飞天队伍造型 与双凤咸花卷草纹图案 呈现别具一格的东方美学韵味 蓝台洞库一号库是碉板特残库 保存着汉藏蒙满四种文字大藏经碉板 用上等梨木与红画木制成的碉板 历经数百年风雨变迁 依然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蓝台洞库二号库里 首次同台展示了四库全书 文渊阁 文素阁 文金阁 文蓝阁 古籍真本和仿真影印版本 史无前例地全面呈现了 四库全书的浩瀚风貌 真正实现了四格四库合并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 分经 持 子 集 四部 顾名四库 据文金阁藏文统计 它一共收录3462种图书 共计七万九千三百三十八卷 三万六千余册 约八亿字 被称为中华传统文化 即大成之作 这些浩如烟海的中华文明硕果 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精神 文化 更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 激奠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 提供了丰厚资压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在我们国家越来越强盛的这样历史时刻 把我们各种典籍 历史的 现实 现在的 我们将来还要创造很多优秀的成果 都在这里保存起来 整理出来 传承下去 以时为鉴 可以知星体 一个悠久的文明 更懂得复兴的意义 一个创造过辉煌的民族 更渴望复兴的荣光 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站上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人民将担负起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展现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